大家好 欢迎来到Math学院 善解课呢 我们已经学过了我们这个P2P中的数据类型 那接着呢 我们也在做例子的时候看过 我们通过echo输出过字符串 对吧 输出过整形 那接着我们echo这个语句的作用呢 就是输出一个或者多个字符串 当你来输出一个整形或者一个boar类型的时候 同样的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结果 那这时候呢 其实就涉及到了我们这个P2P中的一个 数据类型的一个转换 那在P2P中主要支持两种数据类型转换 第一种呢就是我们的自动转换 或者也叫做隐式转换 那第二种形式呢 就是强制转换 或者叫做显示转换 那这节课我们就来学习一下 我们P2P中的类型转换这一块 好 首先在这来写一下 类型转换 那在类型转换这首先我们看第一种 就是我们的自动转换 其实呢 你把自动转换的规则记住之后呢 到强制转换就容易多了 或者叫做隐式转换 都可以 那看到这个名字呢 我们也能发现 自动转换 或者叫隐式转换 我们不需要对这个程序 做任何操作 那现在呢 我们这个变量呢 就会根据我们这个 上下门环境 来进行自动的一个转换 那首先来看一下 在转换的时候 我们主要说一下 我们标量类型中的 这四种之间的一个相互转换 那标量类型 那我们首先 自己不会向自己转 这一点很容易 那现在我们来看 第一个 其他类型转换成我们的数值型 其他类型 转换成数值型 那首先看一下 比较简单的布尔类型 转换成数值型的结果 那我们通过例子呢 大家就可以总结出这个规则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最简单的 我们可以拿我们的这个操作符 拿一个加号来试验一下 首先我在这写上一个 echo一个 1加上一个处 那现在你看到 一个整形和一个布尔类型 做加法 那现在呢 我们这个布尔类型 就会转换成 向整形去转换 那看到结果呢 你也能发现 它会转换成整形的1 好 结果是2 那证明处会转换成整形的1 在这来写处 转换成整形的1 再往下再来输出一个 echo一个1 加上一个false 大写的或小写的都可以 那你看到结果呢 应该是一个1 那证明false转换成整形的什么了 对 0 再往下再来写一个 转换成符点类型 因为我们的数值型呢 就包含我们的整形 加上一个 布尔类型 加上一个符点型 那现在结果呢 其实应该也能猜到2.2 也是转换成数值型的1了 同样的false呢 也会转换成我们的数值型的0 这是第一点 这是我们的规则 处转换成1 false呢 转换成0 那接着再来看一个空 空会转换成谁 先把简单的看了 echo一个hr 写成一个1 加上一个na 结果呢 肯定是一个1 那证明我们的空 转换成了0 na 转换成了0 这样一个形式 好 接着里面还有剩下最后一个 就是我们的 自负串类型 那自负串类型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呢 就稍微麻烦一点 但是呢 通过例子呢 你也能看出来 首先写成一个1 加上一个a 现在看到一个数值 整形的1 加上一个自负串的a 结果是多少 你会看到 还是一个1 证明a转换成了0 那现在你看这个自负串的特点 首先自负串 不是以合法数字开始 那只要不是以合法数字开始 它就会转换成0 不是以合法数字开始 直接转换成0 那再往下再来看下一个例子 写上一个a 一个1 加上一个处 不要看到这个处就认为转换成1 我们的处是布尔类型的处 会转换成数值类型的1 但是你现在看到的是一个 字负串类型 对吧 那现在你看这个字负串 是以合法数字开始吗 对 不是 那会转换成什么 0 所以说结果呢 应该还是看到一个1 这样的一个效果 没问题 那再往下 如果我们这个字负串 要是以合法数字开始 它会一直取到第一个 非法数字截止 首先写成一个123 king 那接着看一下结果 应该是一个124 那证明取得的 就是我们的合法数字部分 只会取得第一个 非法数字结束 那接着如果后面 还有合法数字呢 那现在它也不会取了 碰到非法数字就结束了 写成一个3 Quen 接着在里面再有一个1 再有一个2 再有一个4 它都会取不出来 结果呢 只会是一个4 这样的一个形式 这也是我们字负串 转换成数字型的一个规则 那再往下再来看 首先我们刚才写的 都是一个整形的 你再写一个辅典类型 echo一个1 加上一个3.2abc 那首先3.2 这是我们的 符合我们的数字的一个 小数部分 结果呢 应该是一个3.3 所以说你看到 取出的4.2 取出的也是 我们的合法数字部分 同样的我们的符点数 是不是还有一个科学技术法的写法 写成一个1 加上一个3.2abc 结果呢 应该是301 也取出来了 对吧 包括我们的负数的形式 它也可以 echo一个1 加上一个负的 1abc 结果应该是一个0 这样的效果 都可以 它只会取出你 次负串中的合法数字部分 包括我们的整数和符点数 好 这是我们最后一个 次负串类型 转换成数字型 两个规则 第一 以合法 以非法数字开始 直接转换成0 那如果要是以合法数字开始呢 它会取得到第一个非法数字结束 会取到第一个 第一个非法数字结束 这样的形式 你记住这个规则之后 再做转换的时候 就没有问题了 这是我们第一种 其他类型转换成数字型 那接着再往下 看一下其他类型 转换成次负串型 这个就比较简单了 首先在数字类型中 它直接转换成数字本身 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一个 我们平时iQo的时候 就代表输出一个 或者多个次负串 其他类型转换成 数字型 次负串型 上面的是其他类型 转换成数字型 好 那接着你iQo一个123 那看到的就是123本身 你iQo一个12.3 看到的肯定也是12.3 这样的形式 我们的数字型呢 直接会转换成 自负串的时候 就是这个数字本身 好 看到 12.3 iQo一个123 上面没有换行啊 来一个红线 Color 写上一个红色 就是这个数字本身 你看到 那再往下 再来输出一个布尔类型 首先 次负串呢 就不用向次负串 自己再去转了 iQo一个布尔类型的处 会显示出一个1 看到一个1 接着iQo一个False呢 我们再来看 记住 False不是0 而是一个空次负串 你看到 什么也没有 那为了证明 它是一个空次负串呢 我可以在这 前面加一个a 逗号 再逗号一个b a和b之间 就是False的结果 你看到 a和b之间 什么也没有 证明是一个 空次负串的效果 那接着再往下 再来看一个num num转换成我们的次负串 同样的 也是一个空次负串 为了测试呢 我们再来一个 大写的a 大写的b 效果也是一个 空次负串的效果 这一点没有问题 那好 那现在我们的规则就有了 可以在这来写一下 第一个写完了 第二个呢 来写一下 num会转换成空次负串 第三个再来看 我们的这个 布尔类型的处 会转换成次负串的1 布尔类型的False 会转换成空次负串 不是0 这样的效果 那接着在这几个 是必须要记住的 那再来看一下 如果你直接输出一个数组 会是什么样子 简单的 我们也定义过数组 写成一个array 那这样写的时候呢 就是一个空数组 接着你直接 echo一个dolls array 你会看到 等以后学数组的时候 就会知道 想看到数组中的元素 不能通过echo echo的时候 会将数组 转换成次负串的array 数组 会转换成次负串的array 这样的形式 那接着再来看一下资源 我们再写一个资源 dolls handler 还拿我们的fopen为例 打开一个文件 stream 先往先5.prp 接着呢 以读的方式来打开 来看一个 你直接echo一个资源 形成的效果 看到一个resourceid 仅号加数字的一个形式 这个数字呢 不一定是几 那接着 把这种形式记住就可以 资源 转换成我们的这个 自负串 是resourceid 仅号加数字的形式 那接着还有一个对象 在这来看一下 能否直接来输出一个对象 dolls object new一个std class echo一个object 首先当我们直接来输出一个对象的时候 你会看到 看到这样一堆内容 这是什么呢 首先从它的错误信息 我们能认识到 catchable file to error 捕捉到了一个致命错误 这叫致命错误 它都致命了 程序就终止执行了 致命错误 object of class std class could not be convert to stream 不能直接转换成自负串 那要怎么来转呢 等以后学到面向对象的时候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其他的形式 来输出一个对象 是可以的 那现在也可以说 可以通过下方线 下方线的一个to stream的方法 就可以直接来输出一个对象了 这样的一个魔术方法 在这需要注意 不可以直接来输出一个对象 这一点需要知道 那再往下 就剩下最后一种了 对象不可以直接转换成 自负串 再往下看一下 其他类型转换成我们的布尔类型 这一项也很重要 转换成布尔类型 那布尔类型中的值呢 只有两个 一个是真 一个是假 那现在我们把所有的假找到之后 其他的都会转换成真 找到假的 找到false的 那首先来看一下 在做这个的时候呢 我们要用到后面的一点 流程控制有关的 用到什么呢 就是用到这样一个语句结构 if else的一个语句结构 来测试一下 首先if else呢 也比较好理解 它的形式 if表达是 如果为真的话 执行 exp为真的代码段 else呢 我们就执行 exp为假的代码段 为假的 这样的一个形式 那现在你来看 如果这个表达式是真 那会执行到我们这个 表达式为真的 花广号之间的代码段 我们可以来做一个测试 写成一个if true 这肯定是为真了 那echo this is true else echo this is false 那你会看到 this is true 不用说 证明表达式为真 那这是直接来写的真 那我们来看一下 其他的类型 转换成布尔类型 哪些认为是假 找到假的之后呢 我们就其他的类型 就都为真了 首先来看一下 在这呢 我们再来写成一个 重新写 写成一个 $1等于一个1 if$1 echo true else echo fals 现在你来看 整形中哪些值 会转换成布尔类型的价 那现在写一个1 看一下是真是假 是真 对吧 那再写一个 $1等于一个 负的123 你看到 还是真 那接着再来写一个 $1等于一个0 整形中的0 会转换成布尔类型的价 把这个规则找出来 放到这 接着再往下 看一下辅典类型 辅典类型 写成一个1.2 这是真 对吧 那接着辅典类型中的0.0 会转换成布尔类型的价 你看到 这是false 辅典类型的0.0 只有它 会转换成布尔类型的价 那接着再往下 看一下字符串的 $1等于一个空字符串 这叫做空字符串 里面没有任何内容 那接着你会看到 这是假 同样的 你再写一个$1等于这样的一个空字符串 它也是假 那接着只要你字符串中有内容的话 首先有一个空格 这也叫有内容 那此时你会看到 这叫做真 这叫做真 那接着只要有内容 内容不是0的话 不是0的话 你再来看 如果内容是0 它会转换成假 只要不是0的话 其他的字符串都会转换成真 我们可以写一个 0.0 你说试一下 对吧 这叫字符串的0.0 它也会转换成布尔类型的真 那接着你再来写一个 $1等于一个false 首先你看到这叫字符串的false 字符串中有内容吗 有 那是0吗 不是 只要不是0的话 它就会转换成布尔类型的真 这一点需要注意 其他形式都会 只要不是0的话 都会转换成真 如果是0的话 或者是空字符串的话 它会转换成布尔类型的假 那再往下再来看 那写一个空 看一下空会转换成布尔类型的真还是假 false 空会转换成false 这一点需要注意 那再往下再写一个 等于一个空数组 看到这叫做一个空数组 同样的空数组 也会转换成布尔类型的假 空数组会转换成布尔类型的假 那只要数组中有元素 不管元素是什么 先来看 假如有元素了 1 2 3 哪怕是0 空字符串 那这都叫有元素 那都会转换成布尔类型的真 这样的一个效果 这一点大家需要注意 那再往下 你再来写一个对象的 来写个资源的 f open $ 就是一个test的消息 6.plp 以读的方式来打开 那只要是资源的话 它都会转成真 这一点需要注意 那再来看一个对象 $1等一个 new一个std class 你看到对象呢 即使是一个空对象 它也会转换成布尔类型的真 这样一个效果 那接着看到这些之后 我们的规则就有了 哪些会转换成布尔类型的假 把它记住就可以 在这儿来写一下 首先整形中的0会转换成False 布尔类型的浮点类型的0.0也会转换成False 第三个像自负串 空自负串 这叫空自负串 或者这种形式的 这也叫空自负串 会转换成False 或者是自负串的什么呀 自负串的0 自负串的0 或者单引号的0都一样 会转换成False 这样的一个形式 好 接着再往下 空会转换成假 NOT 也会转换成False 最后呢 还有我们的空数组 空数组记住 会转换成False 就这几条规则 那这个规则你记住之后呢 以后我们会经常用到 其他类型转换成布尔类型 规则记住之后 都是一样的 这一点大家需要注意 那接着你看到 这节课主要来学习了一下 我们PARP 类型转换中的隐式转换 或者叫自动转换 主要看一下 这几种类型之间的一个转换 记住着一下这个规则就可以 下来之后呢 大家把这个规则 根据你的例子 来练习一下就行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感谢观看